这是轰动全球的玉米地尖上岸 20岁女孩只因穿着瑜伽裤在偏提小路骑行 不料却引起了好色分子的歹念 当家人再次看到她时 女孩已被全身捆绑埋在了地里 更让人痛心的是 57岁的凶手竟用大量的道具对女孩实施了侵犯 而当尸体被发泄时 女孩下体裹着厚厚的尿布 2016年7月19日下午6点30分 美国梅塔莫拉的女孩西耶拉 正骑着她刚买的自行车在乡间游玩 与她同行的还有她的男友 当时男友骑着摩托车一路互送 但西耶拉却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于是在快要到达终点时 她让男友先回去了 并说自己回家后就给她打电话 此刻西耶拉并没有意识到 男友的这一个转身竟会是永别 当男友回到家后 她迅速给西耶拉打电话 可这时候她却发现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焦急之下 她立即拨通了西耶拉母亲的电话 可惜母亲也说这孩子并没有回来 刚开始大家都以为是手机没电了 可又过了半小时 西耶拉依然没有回来 此时一家人都慌了 男友更是骑着摩托车沿途寻找 这段路程一共有七公里左右 路两边都是茂密的玉米地 很难想象如果说西耶拉在这里遇到坏人会怎样 随后男友将整段路程全部找了一遍 却没有看到半点跟西耶拉有关的东西 此刻 男友想到 离开是西耶拉穿着紧身的短裤移机背心 这种装束很容易让一些不法分子犯罪 于是乎男友立即报了警 很快当地警方介入此案 他们先是派出大量警力沿途搜索 另外还找来了警狗全力寻找 一直忙到晚上三点 此时手电筒的灯光照亮了整个夜空 突然 一束灯光从远处反射回来 警方立即朝着反光位置跑去 此时一辆自行车被放在路边 经过确认 这辆自行车正是西耶拉失踪前所骑的 另外 警方还在自行车附近发现一些奇怪的东西 有两副太阳警 一把螺丝刀 一个保险丝盒子 以及一些摩托车轮胎液 并且附近的玉米也被折断 其中一些玉米杆上还沾有少量的血迹 看到这里 警方断定西耶拉出事了 发现自行车的位置离西耶拉家只有仅仅500米 这说明他是在骑行返程途中遇到了麻烦 但现在警方并未把此事告诉西耶拉的家人 而是直接把西耶拉的男友带回了警局 因为案发时间段他曾出现的现场 并且他骑的是摩托车 然而经过简单的审讯 他们便将男友的嫌疑给排除了 随即警方开始进行了拉网式搜查 要知道 该路段全是乡间玉米地 这里根本就没有一个监控 所以警方只能挨家挨户进行调查 与此同时 西耶拉的父母焦急万分 他们此刻还傻傻以为女儿可能只是摔伤或者怎样 甚至悬赏十万美刀请求大家的帮助 这场搜索整整持续了48个小时 直到第三天晚上 警方接到一通报警电话 一名当地人称他在西耶拉失踪当晚捡到一个头盔 刚开始他看头盔狠心 于是准备捡回家 可是等到家里时 他才发现这上面沾有一些血迹 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所以他才报了警 与此同时 负责排查村民的民警有了重大发现 一位名叫詹姆斯的男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他家有几个骨仓 坐落在一英亩的土地上 当警方找到他时 他的神情显得有些异常 甚至气愤地让警察赶紧离开 当被问及案发当晚在坐渗时 詹姆斯回复称当晚他在路边摩托车坏了 后来他直接把车给推了回来 并且路上他掉了一宝螺丝刀及保险盒 听到这里 警方突然警觉起来 要知道 警方之前的发现是严格保密 就连西耶拉的家属也不知道情况 而这个老头说丢的东西 竟跟现场找到的东西能够完全体配 然而即便如此 这一切只是怀疑 并且警方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去申请搜查 无奈之下 警方只能先退回去另做打算 然而当他们回到警局查询这个男人的信息时 却有了惊人的发现 詹姆斯十年57岁 他曾在1993年绑架一名骑行女孩坐过牢 当时一个叫罗宾的女孩正在骑行 突然看到路边停着有一辆卡车 车边还坐着一个男人 本着好心 罗宾停下车询问情况 可不料这个男人正是詹姆斯 没等罗宾反应过来 他便拿着螺丝刀将他挟持到卡车上 随后他开始在罗宾肾上乱摸 当时的罗宾可吓坏了 他用尽全力反抗最后直接跳下了车 可他的运气显然非常好 因为此时正好一辆卡车驶了过来 卡车司机将罗宾给救下 也是因此詹姆斯被怕了十年有期 可他只服行了三年就被放了出来 这两起案件高度相似 而且案发地点相差只有十几英里 有了这条线索 警方立即申请搜布林 并直接闯入了詹姆斯家里 随即 警方开始对詹姆斯家的骨仓进行搜索 当来到离房子最远的一个骨仓时 他们看到一个绿色的箱放在地上 当打开箱子时 这里面竟装有女人内衣和衣服 并且上面还有血迹 此刻詹姆斯开始明显的惊慌 他告诉民警 这里面太热了 他想出去透透气 显然 警方并不会让他出去 随后 在骨仓的墙上又找到了血迹 并且还发现了手铐拉链带 胶带卷 绳子和面具 这一刻 詹姆斯脸色大变 但警方并没有停下搜索 此时他们将目光定在了一张血迹斑斑的床垫上 竟发现在地里面埋了一个冰柜 而这冰柜里面装的 竟然全是女士内衣和一些带血的地毯 此刻的詹姆斯连忙解释 说他正准备拍小电影 而这些都是道具 当然 警官绝对不可能相信这个糟老头子 于是立即为他戴上了手铐 与此同时 屋外的无人机不停地巡查每一块地 很快就发现了在玉米地里有一个新挖的狗洞 此刻警方不会放过任何线索 他们赶紧来到地里查看情况 只见一个小土堆 明目张胆地放在玉米地里 当挖开上面的新鲜泥土时 里面赫然躺着一具全国的女尸 经过辨认 此人正是骑单车消失的西耶拉 此刻 尸体的手腕及脚踝都被手铐绑着 嘴里也被塞了一个大大的塑料瓶 法医经过检查 发现死者掉了一颗牙齿 很明显 凶手在塞塑料瓶时非常用力 另外死者全身满是伤痕 几乎找不到一块完整的皮肉 可见凶手对女孩犯下了多么残酷的侮辱 到现在尸体已经找到 警方不得不将这一噩耗告诉西耶拉的家人 当时父母接到电话后直接傻了 整个房间里只有呼吸的声音 随后 全家人眼泪刷刷往下掉 因为在这一刻 他们所有安慰自己的借口已经不复存在 然而最自责的还是西耶拉的男友 他明明可以骑摩托车跟他一起 可是他却在中途回家了 而警方这边的调查一刻没有停记 他们对找到的所有物证做了DNA鉴定 这里面包括螺丝刀 头盔以及在詹姆斯家里发现的衣服 最终确认 这些东西上面都有詹姆斯和女孩的指纹及DNA信息 另外 警方查询詹姆斯手机的记录 发现他最近在互联网上搜索大量有色内容 特别还针对大便车 扣赛 强杆和绑腿这一类关键字寄信过搜索 面对铝合金一样的证据摆在面前 詹姆斯并没有承认自己的罪行 他坚称自己这只是为了拍电影准备的道具 然而检方法院根本不信他的鬼话 最终以强干罪 侮辱尸体罪 绑架罪等19项罪名提起诉讼 而詹姆斯也理所当然的被判处了死刑 但由于詹姆斯提起上诉 因此执行时间被推迟 预计应该会在2025年时被执行 值得一提的是 在西耶拉身体上 警方还找到了另一枚指纹 这说明很有可能有第三人存在 可随后的调查却并没有找到这指纹的来源 案件到此结束 再次提示女粉丝们穿着要有度 不要让你动人的身材 成为了犯罪分子的目标 好了今天的案件就讲到这里 我是胡探长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留下一个关注再走 咱们下期再见